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亲自在市议会议事厅里面操作验收市议会设置好的议员咨询直播回放功能 这项功能将在5月8号新一届市议会召开 为期30天的第一次定期大会中正式启动 为的就是要让市民朋友以及媒体记者 就算上个厕所也不会错过市议员的任何一段直播咨询 透过网络想看哪一段都可以藉由回放功能不会错过 让议员咨询监督市政府各项市政更加公开透明 我想我们5月8号即将展开我们20届的第一次定期会 这次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省杀我们史上最高43亿的最佳预算 那第二个重点就是也是县市长上任后首次的市政总咨询总报告 所以我想对这个市民朋友来说都非常的关注 那为了符合我们当初竞选议长开放透明的议会的这个想法 所以我们也在这一次的正式实施我们的议事直播的一个回放功能 我想这个功能最重要的是方便市民朋友以及记者朋友 随时来关心我们在议会 不管是市长的回答还是议员的质询 都可以来随时来监督 那也同时也是一个开放透明的状况 那我想我可以来示范给大家看 那首先我们官网还有这个议会的平台全部都做一个更新 然后也方便民众来使用 那我们在直播的功能主要是我们如果你指点开始在看 假设你接了电话 那你错过了某个议员还是市长还是等等处长的这个回答跟资讯 可以随时来做一个回放的功能 所以就是等于像一个影音平台一样 那我们这一次也同时把议程的资讯公开在我们的网路上面 不管是议程的资讯还是议员的这个提案 所有东西资讯都公开 那我想这是一个非常 虽然是一个一小步 对开放议会的透明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也欢迎所有市民朋友随时来关心议会 随时来关心市府的所有最新状态 透明在透明市议长童子伟上任后积极推动议事改革的重要目标 就是希望市议员监督好市政府的各项施政 而市民朋友也可以监督好市议员为民喉舌监督市政的职责 一起让基隆市政更加的持续进步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